大家好,我这儿有一本书 这是金城出版社的 金城出版社就是国家安全部的 国家安全部它不止这一个出版社 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三个出版社 这个金城出版社 CIA与KGB 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 这本书给大家看看 你看 这本书就是说一般来说 这个出版社 你这个地址它都没有 地址都没有啊 我知道另外两个国家安全部系统的 出版社的地址 这个金城出版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 91年出的 它是不公开发行的 这本书 这本书挺有意思 我给大家看看 有一个408页 这本书很厚的 这本书一共有700多页 408页 这有一个案例挺好玩的 这个叫做帮助苏联要员 叛逃卫国 潘科夫斯基是苏联的一名要员 要员啊 就是大官啊 有一定职务的官 是吧 最近说秦刚 是吧 说有十多天半哪月了 是吧 半个来月不露面了 后来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说因健康原因 缺席了跟东盟啊 跟好几个国际场合 这个外宾的这个会见啊 也有人说这个秦刚出事了 说他有情人啊 他还有钱的问题 反正共产党的官 如果你不是叛逃 不是逃到西方 投奔民主国家 你大概就是钱的事和女人的事 或者男人的事 如果是女贪官 对吧 在一次外交使节的招待会上 潘科夫斯基对美国大使的一名助理人员说 他想离开苏联 就实在是忍不了了 这个国家 是吧 这个这个乌烟瘴气 暗无天日 贪污腐败 是吧 两天后 四个不知名的波兰人 就是画个引号的波兰人啊 注入了啊 就是入住了啊 莫斯科的大都会旅社 就是大都会宾馆 他们实际上是美国的策反队员 策反队员啊 奉命前来帮助潘科夫斯基离开苏联的 当潘科夫斯基在莫斯科中心 高尔基大街上漫步时 高尔基嘛 苏联的所谓的文豪嘛 实际上高尔基的身边 给安排了一女的 就是燕子 就是色诱他 说是已经结婚的一个女的 就是跟陪他睡觉啊 那会高尔基跑到了意大利 从意大利就给引诱回来了 有点像老舍吧 老舍不就是被他的情人赵清格 写了封信给叫回来的吗 赵清格的老领导就是周恩来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四名啊 这个这个苏 美国的策反人员中 有一人出来 向潘科夫斯基借火吸烟 哥们借个火 低声对他说 我们已准备 在任何时候帮助你离开 告知我们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潘科夫斯基低声做了回答 这些职业的策反人员 能说流利的俄语和波兰语 受过应付任何情况的训练 他们来的时候没带武器 但到达莫斯科后都搞到了枪支 次日黄昏 策反队员来到了一座小桥处等候 潘科夫斯基夹在下班回家的人群中 策反队员走上前去猝拥着他 其中一人低声说 我们已准备好 你呢 潘科夫斯基点点头 跟我来 一名策反队员 说完后向小桥走去 其余三人跟在其后 正在此时 苏联的秘密警察突然出现了 就是克格勃啊 因为他们事先以获悉 这个潘科夫斯基想逃走 嘿 好像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 有一个在联合国公开身份是 副秘书长的一个高级外交官 就叛逃美国了啊 还有斯大林的闺女 是吧 这个阿利鲁耶娃 斯维特兰娜 叫斯维特兰娜 阿利鲁耶娃好像 是吧 斯大林的亲闺女 这不是也叛逃美国了吗 但是没听说 美国哪个总统的闺女 叛逃苏联 对吧 两名苏联特工 抓住了潘科夫斯基 潘奋力挣扎 想逃跑 美国策反人员 立刻救援 与四名苏联警察打斗起来 这时 小桥两头的啊 人家已经埋伏好了 两头 克高伯的武装人员赶来参战 河中的小艇 也载满了武装部队啊 水上 你也跑不了了 防止药犯 跳水逃走 苏联特工 奉命不惜一切代价 抓住潘科夫斯基 并杀死或逮捕潘的同党 在一阵枪战中 有三名苏联妇女和两名男子被打死 十一人受伤 啊 苏联的男子 妇女 那就打死了五个人 那都是无辜的呀 是的意思吗 就是过路群众吧 是吧 街上的人 行人 十一个人受伤 四名美国策反队员 有两人被打死 一名服毒死亡 服毒自尽了 还有一个受伤被捕 潘科夫斯基受审后 于1963年被枪决 他没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有两人被打死了